2022年第一次来的南西江 觉得还有好多地方没有去 这次我又来了 第一站是龙湾潭 我记得去年在镇上等车的时候 那个女学生推荐了这个地方 刚进景区又是熟悉的石墩桥 旁边还有喊泉 不过你要早点来 等下班的时间了 你喊再大声也没有人给你放水 顺着水流往上走 有个吊桥 这样的山水里走吊桥是超美的 后面就是沿着溪流而深入山林内部的栈道 这种场景在南西江也是我最喜欢的地方 这里还有水滑道 看他们玩的很刺激 后面会路过这个石桥 拍照也是非常完美 从这里开始水流由于山体的落差 变得更加团结 后面的栈道和桥都是悬在山崖上的 之后我们看到了这里的大瀑布 之后我们看到了这里的大瀑布 这个是超震撼 顺便展示一下我们小黄的肌肉线条 离开瀑布就是很长一段向上攀爬的路 刚刚路上遇到的几个美女 她们就在这之后不远的路上选择返回了 登到更高处以后 还可以俯瞰刚才的瀑布 又走了一段基本到达山顶了 山顶有一些高空的娱乐项目 有兴趣的还是可以尝试一下的 爬上这段楼梯后山顶的观景台十分的震撼 我是不太敢走上去 山顶中威养都挺不错的 山顶中威养都挺不错的